北部知名舰商拓展中部市场 海线高规格打造最高地标 台中港三井Outlet开幕一年 业绩累计达50亿元 之后更将加码新舰二期 带动海线整体发展与方式成长 吸引不少舰商差期推案 经历40多年的知名舰商长虹建设 过去集中在北部推案 应看好海线地区未来性 在无期推出新岸长虹天晴 24层楼高的住宅大楼 将成海线未来最高地标 长虹天晴主打精品泳池花园寓所的概念 公社集中在一楼 中庭规划高达600多坪的花园 将种植16种桥木搭配14种灌木 户外也有设计25名泳池和SPA设施 调高8米的大厅则采饭店式管理 我们一楼也是规划是商店街 它等于就是社区的一个小型商圈 然后再搭配我们的这些公社的休闲设施 其实它就很像是住在一个高级饭店里面的感觉 全岸基地方正面积达2158坪 规划589户纯住家与酒间店面 坪数为27.8至50坪的二至四方 每坪一字头即可入手 公社豪华内装自然也不马虎 客厅有做玄关设计与餐厅成一直线 光线可自落地窗照射到处空间 厨房为大压厨具配备里内三机 三方以上还送SPAGO烘烤炉 浴室标配TOTO免制马桶座 与台达豪华暖风机 最特别的是三方主卧浴室 还配备耐磨又好清洗的超高等级钢板法郎材质的浴缸 工作阳台除了标配晒衣架 也由洗衣胎与上柜收纳 使用五千龙头 而且上下柜里皆选用不锈钢油压角链 非常在乎每一处细节的规划 基地还临近面积约3.1公顷的定义调公园 五分钟进入文化路生活商圈 交通上班也算便利 到中部科学园区车程约20分钟 走台湾大道到台中工业区 车程则约30分钟 未来捷运蓝线通车后 会更为此区的交通便利性大加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كم团堂 come vi那么 vicinity 感谢观看